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UPZOO的频道 那么呢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的是 欢迎WQ2线上如何重置每周的收藏品啊 来达到无限刷经验刷钱的目的 那么呢 不想错过这些好福利的话 就可以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获取最新的欢迎WQ2线上的攻略 好的 那么呢 本周的收藏呢 是半宝石 这个呢 每周都会更新一次都是不一样的啊 每一周你都可以重复刷好几次这种 好的 首先呢 我们来到地图这一边 同时呢 你还可以看到我现在是145级 待会呢 和刷完之后的等级对比一下 好的 我们这个绿松石戒指呢 是在一个桥底下 你可以看到现在可以显示挖掘了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先不挖掘 我们先到旁边休息一下 让服务器保存我们的位置 等个几分钟 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好了 等够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给挖起来了 服务器应该保存了我们的位置 OK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我已经收集了半宝石的第一个也就是绿松石戒指 这个时候打开菜单 然后推出游戏 推出游戏之后呢 再进入游戏的存档管理界面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刷档 但是不是刷你角色的档 要刷的是这个保留空间 清除掉之后呢 再重启游戏即可 当你重新上线了之后 会在刚刚的那个地方的附近重顺 你会发现刚刚已经收集过的东西 又可以再收集一次了 这就是我之前出过的视频 如何上档重置收藏品 这个方法其实是老方法的 无论是Xbox PC还是PS4都可以 但是呢 每个平台的上档方式是不一样的 好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库存 我已经收集了三个了 当我收集到第十个 我就可以去找第二个收藏品了 第二个收藏品呢 在网络太阳下面这个地方的一个桥下 同样的 你也是要在这个地方休息一下 让服务器保存你最后的位置 然后再去收集这个收藏品 这个地方的收藏品呢 是十六四十桌 收集完了之后和刚刚一样 也是要退游戏 然后再三档 当你重新上线了之后就可以再收集一遍了 这样的话 仿佛操作十次就好 就可以去收集下一个收藏品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收藏品的每天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 每天都会更新一次的 所以说我待会会在视频下方的简介里面放出国外原版的收藏家的网站 这个网站是最正统的 最后一个收藏品是黄域项链 也就是Stilberry下面这个地方我刚刚已经演示过了 当你所有的东西都收集了十个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卖十套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去找那张女士 或者说从邮局寄出去都可以 那么呢 这次我用那张女士来演示一下 卖出去这十套收藏品 好的 有没有感觉非常简单的 卖出去这十套收藏品赚了一千美金 我现在已经两万上了 然后我的等级呢 从145级升到148级升了三级 同时呢 你还可以获得一个收藏家的奖章 还可以兑换0.4的金条 好的 那么呢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 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赞 加个订阅 获取最新的欢迎W2线上的攻略 那么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